疫情期间民众减少外出传统市场的买气大减 为了刺激买气 台中市第五市场有14家摊商和经济部一起合作 在7月的每周三推出了铜板半价购 民众只要拿50元就能买到价值100元以上的市场食材 希望借由优惠的活动吸引更多人来传统市场采买 为后疫情时代拼经济 受到疫情影响传统市场生意下滑 台中第五市场更是少了五成以上的客人 于是摊商和经济部合作在7月份推出50铜板半价购的活动 希望能刺激买气 都可以啊 需要用的都会买 我比较会买鱼类的东西 用这个啊 这个鸡啊 猪甲都不错啊 7月份每周三消费者9点到市场排队拿到兑换券前往配合店家 就能用50元买到价值100元以上的市场食材 限量400份发完为止希望能刺激买气 市场过去的这个行李 因为疫情啦 因为这个影响 都对兑换券都是一种 啊 较多消费这样就对 啊 经济部 我们台中市政府市场过来的帮忙 啊 从市场办这个活动 啊 希望说办这个活动 让民众来市场 啊 每一个市场业势都是固定的 每一个礼拜就会推出400份这样的超值商品 当然还有很多的这一个 摊商他还会在自己做相关的加码 像我们台中第五市场这边 这次就直接串联了14个这个摊位 那每一家都推出120块以上的商品 但是你只要用50块就可以来买 后疫情时代拼经济传统市场找出路 这一次祭出铜板半价构 希望把流失客群找回来 记者张伟玲台中采访不懂